2018年9月2日,第十六届剑桥杯中国女子围棋公开赛半决赛,在中国棋院二楼大厅继续进行。 王陈兴,蔡碧涵分别淘汰夺冠大热门于直营,高兴,会失决赛,王陈兴与于直营同在江苏队,携手垄断了女子为甲联赛,自创办以来的全部冠军,2016年末王陈兴与流星七段细节连礼,之后怀孕生子的王陈兴放弃征战,2017年联赛,今年全面回归,此前于直营与王陈兴激战九局,总比分七比二大幅领。 不过两人最近一次交手,已是近两年前的兵胜飞半决赛,且那一次是王陈兴获胜,本局王陈兴才到白棋,一上来双方便在右下角较亮,点三三大型定势,黑棋在右边一手开拆选点有误,被激敏的白棋第一时间占到便宜,王陈兴开始领跑, 然而随后白棋在左下角过于刚猛的长出作战,将一串白棋陷入被黑棋一口气劫暴的险境,官者皆以为胜负很快就要明朗,谁料于直营场考后放弃开节,选择双活,香安无事后棋局很快进入官子,大纳不死的白棋虽然领先,但优势并不明显, 王陈兴执着的为中父,被于直营趁机抢到左上角的大棺子后再度逆转,然而随后面对王陈兴在左下角的一路透点妙手,与直营出现严重错觉,主动选择打劫,浑然不觉这里的结征牵连着双活,白棋瞬间拿到盛世,此后黑棋虽顽强追赶,再度制造结征,又呼吁劫才不足逆转失败,最终于,直营连续两届剑桥碑 只不办决赛,另一边,准妈妈蔡碧涵笑到最后,蔡碧涵与江苏队的刘希同样于2016年末完婚,成为中国棋界又一对棋手夫妇,本届剑桥被怀孕以五个月的蔡碧涵,连续淘汰新出段丁明君和黄家仪,八强战击败陶然,今天直白对阵高兴一发挥出上加表现,中盘战黑棋将右上一团走中后,就此落入下风,为了征胜高兴, 不顾大龙安危应抢时空,被蔡碧涵挥刀将大龙斩断后惊吞一半,昨天经学霸小哥本人指证,剑桥大学十月份才开学,虽然当事人并未要求小编致歉,但就算是开玩笑,也不应该违反事实,今天这段既是更正,也是就昨天文中违反事实,的部分表示歉意, 也请学霸小哥不知这个称呼是否合适,原谅没见过世面的学渣小编妈妈与准妈妈骑手会失决赛,骑手们的拼搏精神令人肃然起敬,早在二十多年前,代表着中国女子围棋,黄金一代,的女子强豪们,就有过身怀六甲坚持比赛的事迹,两个月后的11月9到11日, 本届剑桥杯决赛,三番棋,将与中国香港进行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